大家好,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三角錐和正方體 材料很簡單,我們只需要剪刀、吸管以及回紋針 那我們先來做三角錐 用每個邊的長度來決定你使用吸管的數量 三角錐我們需要用到的是六個邊,就是六條 每根吸管我把它分成三份 大概是二十二點五 對 嗯 好,接下来就要用我们回文针来连接咯 那我们以比较多圈的这个当成头 连两个 先接两个就好了 这样子 我先用两个两个把它连接起来 像这样子 我们的插进机管理 要确认不会松掉 这可以留一些空间不用穿到底 因为如果我们穿到底的话 活动就有些困难 像这样子 可能会就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不要穿到底 因为如果我们穿到底的话 我们留一些空间 像这样子 留一些空间 那接下来就是组合的部分 那我们先这样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我们这里还是要加一个回文针 那我们就把它扣进去 让它变成三个 各位观众也可以三个三个连接 三个三个也可以把它组合成三角锥 那我们这里就要再加两个 那我们这里就要再加两个 多一点了 再加三个三角形 这样出现了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加上去 再加三个三角形 再加三个三角形 再加三角形 这样加 好,这里还需要夹一个 这里也还需要夹一个 所以我们要夹在这里 这个多出来的这个呢 可以建议大家把它穿进去 这会比较稳一点 那像如果你把它用在外面的话 它会比较松 比较容易掉 那我就把它用进去 卡比较紧 不容易掉下来 这里还再加一个哦 这样 放进去 放进去 最后一个了 那确认 你变得稳固了 那这样 我们三脚锥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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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